多況不明朗 訪人接下來也哪出啊 就是資產再平衡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吉時通 我是Sandy 歡迎Ryan 哈囉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早安 最近國際市場的消息真的很多耶 超多超多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看這個行情啊 Ryan 我想接下來的行情呢 你要注重一個指標 那就是核心的CPI 也就是聯準會 對於未來的他們的貨幣政策 首先關注的就是一個 核心CPI 那核心CPI 如果接下來也就是10月份 9月份的數據已經公佈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橘色的長條狀 它是慢慢好像有點 沒有再繼續往上增高的一個狀況了 也就是說10月份它是一個關鍵 如果核心CPI 它沒有繼續增加 反而就是略減的話 那聯準會很有可能 因為它貨幣政策 子彈全部用盡了嘛 很有可能會放手 讓美元做一定程度的一個貶值 讓通膨呢 能夠持續的呢 往上做一個推高 維持在平均水準2%以上 那2%以上誰會受賄 我想黃金就是最好 能夠抵抗通膨 甚至接下來 如果行情有加大震盪的話 黃金還是會發揮出它原本 避險的一個作用 那這是我們投資朋友 必須關心的一個數據 就是10月份的核心通膨 再來我們看一下 銅指標 那銅的部分呢 這是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 銅的報價 那目前呢上漲的力道呢 已經慢慢的有點弱了 那因為銅是屬於什麼 工業之母 也就是說所有的工業用品 包括電子性的科技產品 都是需要用到銅的 那如果銅價呢 慢慢的推不上去 也就是說整全球的經濟活動 是慢慢要怎麼樣 趨緩了 那10月1號呢 更是跌破了 這整個從3月19號 上漲以來的一個上升趨勢線 所以銅的部分 各位投資朋友 還是必須要留意 它有沒有辦法突破這整個 盤頭的一個區間的一個整理 那目前的話 是還沒有這樣的一個跡象 所以銅價的部分 各位投資朋友 一定要非常留意 所以剛剛第一個 核心的CPI 沒錯 第二個銅價的部分 那我們就要稍作做一個留意 那當然 如果這兩個呢 欸 狀況呢 並沒有做一個好轉 也就是說CPI 持續做一個下降 那銅的部分呢 價格也沒有持續往上做攻擊 那我們回到台股 台股的話 各位投資朋友 你就把7月28號 13031的這樣的一個高點 當作是一個定錶點 一個標桿 那我們已經連續的 各位 進來兩次呢 要突破 往13031去做攻擊 好像有點失敗 而且亮了好像有點縮了 所以橫盤整理呢 在這邊 欸 可以持續的吸引買盤 那這樣這個整個走勢的狀況呢 各位 因為畫面關係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2018年的9月份那時候 台股也是在季線跟月線來來回回 然後隨著半年線呢 慢慢的靠上去之後呢 再做一個表態 那接下來會怎麼表態 就有關於剛剛說的CPI 跟同價的指數 所以這個投資朋友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那接下來 會有一個比較重大的一個操作 剛剛節目上講的 10月份 外資 也就是法人圈的最大中 老大外資 他會做什麼 5個字 資產再平衡 對5個字 也就是說 買低賣高 目前來說 整體的一個走勢來講 誰漲最多 Sandy我問你 誰漲最多 誰漲最多 誰漲最兇 如果以股票 債券 或者是跟商品的 商品指數來做比較 股市 股市最多嘛 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 各位剛剛忘了說 1月4月7月10月 這4個季度 都是大多數的法人 會去執行資產再平衡的一個月份 當然有一些法人 他是用半年 甚至是一年的 大多數都是透過 1、4、70這4個月 也就是說一年以來 這4個月 很多時候 股票的一個波動性 相關來說會比較大一點 這些投資朋友可以去做留意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就以股票來講 我們用美股來做一個範例 那斯達克在今年的7月到上個禮拜五為止 從10,154點 漲到1,671 整整將近15% 整整將近15% 各位投資朋友 你的投資績效有超過15%嗎 如果有 你打派了大盤 在7月份到9月份這時間 比大盤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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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就是你握有太陽人 就有機會 幹掉 納斯達克的這樣的一個整個7月到9月的一個波段漲幅 那我想請問一下Sandy 長高了 長高了 一定要調節一下 你會不會想要賣 一定要啊 會不會 何況是法人 對何況是法人 因為他們的一個部位非常非常多 那這麼多的狀況是 哇 我這麼豐厚的一個獲利的果實 我一定要趕快來做一個獲利賣出 法人也要賺錢 法人也要賺錢 不然也是淪為止傷富貴嘛 所以他一定要在納斯達克的部分全資股呢 他去做一個賣出做一個調整 那加碼誰 來各位我們來看一下喔 最後就是加碼美國10年級的政府公站 各位從3月19號開始 這10年級的政府公站呢 完全都沒有動 那目前呢 又有跌破區間 可以減便宜的時候 所以法人在10月份會執行賣股買債 來達到雙方的各賬50%的一個權重 這就是資產債平衡的一個精髓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10月份的行情呢 尤其是股票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控制部位 才是上上之道喔 是感謝Ryan的分享 想要燒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一定要加入Ryan的Line 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